整個產業用電調整就是剛才講的14% 調整到12.5% 經濟部電價審議會終於在30號拍板確定 10月電價民生用電全部凍漲 但工業用電平均調幅來到12.5% 電價一度變成4.29元 住宅或是小商店 還有內需型的這些食品 就是加工零售 還有攤販集中市場 像變攤這些 那量販店超商超市就動漲 這樣的話對整體的電價如果調整 會影響最少 這次民生動漲包含超商超市量販店 但百貨公司因為屬於高壓用電 則算在工業用電產業之中 同樣也是調漲12.5% 這也是經濟部三年來第四次調升工業電價 預估將會有53個產業用戶受到影響 2300多億 所以平均一年有800億左右的額度 那這個部分一樣的今年還是沒挑戰 所以我們的平均的名稱的電價還是2.77 至於考量到部分產業經營辛苦 包含汽車 自行車零件等產業 只要用電比去年同期衰退超過5% 或是銷售額減少15% 漲幅則是7% 雖然沒漲到民生用電 但還是有人擔心 會不會轉嫁消費者 最後又推升物價 他們也要賺錢 成本一定是反映到 產品跟消費者身上 東西會跟著漲吧 百姓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店家一條帳萬物都帳 所以老百姓很無奈 新店家將在10月16號開始實施 經濟部表示 其實目前台電每賣一度電 就虧損0.4元 不漲不行 但一漲民眾荷包恐怕又得更瘦了 東森財經新聞 中文君王安平特別報導 已經賺到20分 中文人 發言 Jos , 打 波 剛剛 發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